为了解决埔里地区自来水用水的问题 自来水公司埔里营运所日前规划在西南里一处现有土地 开找两口井 但由于此处土地 以规划为仍爱乡千村用土地 土地拨用也碍于法规无法进行 为了解决土地的问题 日前建议员王彩云以及廖志成 也邀请自来水公司 县府园民局 国有财产署以及陷阱局到现场会刊 希望寻得土地拨用的办法 解决埔里地区缺水的问题 那目前我们埔里地区大概每天 平均大概要两万七千吨的自来水供应量 那由于我们埔里地区是一个观光地区 所以在用水需求的尖锋时期 大概会到三万六千吨左右的需求量 埔里地区大概供给剩余的水量 大概不到一千吨 也就是但是因为我们埔里地区有地势高低 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素 常有水要不足的现象 县议员王彩云表示 埔里地区因为自来水缺乏 在自来水公司的建议之下 要在埔里交通队旁找警 而这次会看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土地的问题 现在也初步达成协议 希望自来水公司能够紧速完成行政程序 早日完成水井试做解决民生用水问题 主任来到我们埔里非常认真也非常用心 今天国产署也有派员来 那大家都很全力的配合 那我想在近期内我们埔里地区的民众用水就会改善 先议员廖辞臣表示 博里地区有许多乡亲无自来水可用 感谢自来水公司能够为乡亲民生用水寻求解决方式 也希望今天会看后能够紧速来完成 让乡亲早日有自来水可用 缺水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解决 缺水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求我们的先认杂局 快可以来做一个配合 可以做一个分割的动作 然后来让国际材权局 然后来对公的来自来水公司 快可以来策证 快可以来解决民生用水的问题 副议长潘一全感谢自来水公司的用心 也期许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来协助办理土地取得 早日解决埔里地区乡亲民生用水的问题 记者称为伊普里采访报道